据台湾媒体2号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7月28号 宣布向台湾地区提供3.45亿美元 所谓军事援助 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1号声称 基于行动安全与外交局势的敏感性 无法透露军援的具体内涵 报道称拜登于7月28号 宣布提供台湾最高3.45亿美元 所谓军事援助 内容包括防务物品与服务 以及军事教育与培训 这是拜登政府首次向台湾提供 所谓军事援助 不过备忘录并未详烈提供的项目清单 报道还指出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莱德 1号被问到 是否说明援助内容 包括哪些品项 技术 以及是否有无人机等项目时 表示无法详细说明援助的具体内涵 帕特莱德还宣称 之所以对此更加谨慎 是出于台湾方面的行动安全 以及对外交局势的敏感性 对于帕特莱德的这番说辞 由岛内网友讽刺称 见不得人的勾当 因为揭露细节会被笑 还有人质疑 这是强迫买卖吗 对于美国政府决定向中国台湾地区 提供价值约3.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国台办发言人陈彬华 7月29号表示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武器 这一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企图以美谋独 以武谋独 不断祈求美国向其授武或提供军援 强化与美军事勾连 他们的所作所为 正在把台湾变成火药桶 弹药库 加剧台海兵凶战威 如任由民进党一条道走到黑 青年只能当炮灰 陈彬华指出 台独是绝路 无论民进党当局 台独分裂势力 花多少台湾老百姓的纳税钱 买多少美国武器 都动摇不了我们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坚定意志 都抵挡不了我们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强大实力